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在上上上上上就老师突然叫我说 许同学你起来 我问你一个问题 问了之后我答不出来吗 就老师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许同学你不要心不在马 这样你功课会一落千丈 那我一听到这心不在马这四个字呢 诶 精神就来了 我就跟老师说 报告老师 不叫心不在马 叫心不在焉 不能因为马字跟焉字长得很像 你就用心不在马 那老师笑一笑就叫我说一下 他还没有讲话 那后来呢 我有次在看书的时候呢 我还看到还真的有人用心不在马 而且还真的有点故的 我觉得蛮有兴趣的 那这个心不在马 我发现他的典故是来自于哪里 他是真的成语 他来自于韩非子 韩非子里面有一则故事 他讲到造香组学玉 就是学玉是驾马车的意思 他有一次跟驾马车很厉害的一个人 叫王子奇去比赛驾马车 看谁跑得比较快嘛 那比赛当中呢 他换了三次马 都赢不过王子奇 所以这个造香组就跟王子奇说 你太不够意思了 你怎么不把你的技术交给我呢 然后你竟然还尝试 你没有叫我怎么去 把马车架得快一点 所以王子奇就跟造香组说 这个驾驭马车呢 你要注重什么呢 要注重马套在车园 马套在车园是要很舒适的一种感觉 那你注意力要集中在马身上 你才可以加快速度 但是呢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 你一落后我的时候 就拼命想要追赶我 然后在我前面的时候 当你领先我的时候 你又怕我会把你给追上 你的心思全部都在输赢上面 那没有心思在马上面 那你怎会赢我呢 所以你应该心要在马 而不是心不在马 那至于这个心不在焉 这个意思呢 其实也有典故的 心不在焉是有这个成语的 跟心不在焉其实意思是一样 这个心不在焉出自哪里呢 它出自于礼记 它里面有一段话叫 心不在焉 是而不见 听而不闻 时而不知其味 它这意思是说 你如果心里 没有当初做一件事情的话 你其实看到的 你会觉得好像 都看不到什么东西 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呢 事实上一过就忘掉了 就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 那你吃过什么东西呢 就时而无味 你也不知道你刚吃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你心是不在上面嘛 所以呢 它这个意思 跟心不在马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两个都对 你用心不在马 跟心不在焉都对 所以当初 老师说 徐同学 你不要心不在马 其实是对的 我只是老师 反而是我不对的 就是说 当然我讲心不在焉 其实是有这个成语的 心不在马 也没有错 还有另外一个 成语呢 常常我们 用对了 我们应该讲曾经用对 但是我们以为用错 是什么呢 庆祝南书 这个庆祝南书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环节上面来呢 因为他牵涉到陈水扁的一个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一个故事 在2006年5月20号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的总统是陈水扁嘛 那他有一次参加一个海滩的捡垃圾的一个活动 我想可能很多台湾来的朋友 应该还有印象 那时候呢 他捡垃圾 因为很多志工 就是Valentia 加拿大叫义工 都参加这个捡垃圾的活动 很不错 那陈水扁他很受感动 他想说去赞扬一下台湾的志工精神 义工精神 他就说啊 他说了一句话 他叫志工团体啊 不管是政府代表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啊 他就是说做的事情啊都非常多 都值得去赞扬 那都是庆祝南书非常感人 好啦 这句话一出来之后 大家就开始骂说陈水扁怎么不读书啊什么 两天之后呢 当时的教育部长杜正盛呢 他在立法院接受咨询的时候 也被人家问到这个事情 那这个杜正盛他就这样解释 他因为人家问他 那立法委员问他说 你庆祝南书应该怎么解释嘛 本来是想用他来打脸沉水扁 结果杜正盛怎么解释 他说庆是用尽的意思 没有错 竹是竹片 就说在纸张发明之前 都是用竹简嘛 来济世嘛 不是 那在那时候还没有纸张嘛 那是难以 那书是书写 他意思如果翻成今天的话 就是你用尽所有的纸 也写不完 也就是说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那他这句话一解释出来之后呢 然后就被大家臭骂一顿 说他是拍马屁啊 说你整个就是在为你的组织 就是总统陈水扁来护航 因为一般来讲 庆祖南书应该是指的都是很不好的意思嘛 比如在教育部里面 教育部的国语词典里面 他是解释他说 庆祖南书是把所有的竹子做成竹简 也难以写尽 那在吕氏春秋 最早出自吕氏春秋 他里面有一段 它是叫 此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生疏 近今月之主由不能输 另外在旧唐书的李密传里面 也有一段话叫 庆南山之主书罪未求 绝东海之波流物难尽 或流恶难尽 那这里面其实讲的 就是说都不好的意思嘛 都指一些坏事情 所以后世就是把庆祖南书 比喻成说罪状之多 难以写尽 对 没有错 基本上这个用法其实是对的 但是你要说陈水扁 他错用了庆祖南书的成语 其实坦白说对陈水扁 有点不太公平 没有错 我刚刚讲过庆祖南书 绝大部分都是指不好的事情 注意我用的是绝大部分 那还有一个小部分是什么呢 还有一些小部分的例外 那这个小部分 其实他也可以用作好的事情 虽然用的比较少 这个还不是乱说的 这不能乱说 在唐朝的毗日修 他是唐朝的近世 读书人 你不能说他讲的是错的吧 毗日修文集里面 第九卷里面 他有那篇文章叫 宜元征君书 他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子 果行世道 庆南山之竹 不足以输 足下之功 不足以输 足下之功 穷白骨之破 不足以住 足下之善 他这段话意思就是说 用庆南山的竹子来当竹简 也写不完您的功劳 您的功劳 就说指的是好的事情 所以呢 毗日修他本身是近世出生 我刚刚讲过 所以你不能说他用错 所以毗日修用这个话 其实证明了庆祝南书本身 他可以用在好的事情上面 只不过最早事情 特别是从屡市村就开始 他的确是 主要是用在不好的事情上面 这个是事实 这个也不用否认 只不过如果你把它用作好的事情 偶然用在好的事情上面 其实你也不能说全错 所以我觉得当初 陈水扁用庆祝南书 来赞扬志工精神的时候 被大家骂来骂去 我觉得对陈水扁来讲 是有点愚言 从今天来看的话 那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地方 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感到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订阅点赞